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进会的暴力对决 观战方是钓鱼岛副战队 对战方是白铺山少主 一个顶尖的三无礼 观战方还是那一套212 潘斯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尸陀利 加什么利 看了一把虎 对面双铃波一尸陀化身 加帝国的土壳 同时一把虎 开场对战方小桃就来点杀观战方的尸陀 破血直接走了 虎临波 做一手防守 但是直接就被打残了 感觉这尸陀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前面还有一波宝宝呢 主要是 卡了一个小四海 直接把观战方尸陀给摁到了 这个就很尴尬了 那这样的话 对战方是得到了 三个回合的喘息实践 应该是四个回合 毕竟观战方师傅这边 还没变身呢 还没有变身呢 在接下来的四个回合之内 给不到对面任何的压力 就那对战方是想真军显灵去叠加战役 还是想打面伤 任由对面随便发挥了 石头野兽之猎 先补一补 对战方选择用亲宝宝的方式 去叠加自己的一个战役 亲亲观战方这些宝宝 对战方头上没有超级战役 这是不一定点了真军显灵的那一套机脉 很有可能叠加叠加战役 他就直接翻江脚海 直接就飞起来 打一波打面上 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通过天崩地裂 再点杀关战方一个 那就更好打了 破甲树一个一个丢 对面凌波城被扣 石头直接疯狂应激 我就说 这好像是老王给暴走 染的这么一个化身似的造型 真的是绝了 那对面直接开始打面伤了 直接金头诺 但是有一个凌波被扣 对面伤害还是非常的高的 这白坨山少主 一个超顶尖的三无理团队 输出方面 是没有丝毫的问题 死心洗澡 石头领可以站起来 感觉对面可以有一点点别的想法 化身似其极了 也怕 看得出来 观战方也怕 测化身似 要是被 弄死了 那就难受 对面凌波枪 也是染成了一个绿色 一个那叫粉色吧 还是红色 这个颜色 不是很清晰 但这个东西 被影响属性 你就染成 七彩的 你就染成七彩的 他也不加一点属性 梦幻不坑穷人 这都是有钱人玩的 挖挖肠子 对面选择来压制 观战方这边的盘丝 压个盘丝有什么用 小死亡 你挂不中 这怎么搞 这小死亡挂中了 观战方 对面又能缓 算了 盘丝有金钦 这小死亡又挂中 对战方 算了 有金钦就不说了 其实 如果小死亡点死 对面又能缓四个回合 还是蛮香的 接着打面伤吧 那这样 羽岛其实是缓下来了 其他人 现在也没有 太大的问题 血量上 还有一半的血量 还能接受 前排宝宝也都在 师傅 现在也拉起来了 身上也没有小走 感觉羽岛这边 扛得下来了 对面就得想 别的办法 去打一个突破了 哎呦 这五千三 疼的呀 再来一手金钦 小死亡 刺一刺 对战方 应该是不会 开五千地狱的 这个时候 开五千 这不把自己 就送走了吗 对战方来一手 放下屠刀 讲一下石头领的伤害 观战方 又是一手金钦 没办法 承担的伤害太多了 愤怒用都用不完 一手金钦 接着一手金钦 化身死一火 是火直接满血 观战方 可以顺利开始起飞 飞起来 围托护法 加一波命中 对面直接换虚迷 观战方 这边的愤怒 基本都放了金钦 化身死 化身死 应该手里 还是有点愤怒 金钦 再来 看看化身死 要不要该手罗汉 对面隐隐约约 已经开始换虚迷了 换了一个 小虚迷 闪爆 对张峰 现在是宝宝 没有太强的进攻性 三宫队 其实他们对于 高宫宝的要求 会更高 你别看他们三个输出 好像三个输出 输出是够的 实际上 三个输出输出 他是不够的 因为他打的是 一个快节奏 打的是快节奏 那三个输出 就不太够 就得配合一些 高宫宝 或许狂光 队长峰 再针对 关键峰 沈墓 换个角度 再压制一下 关键峰的输出 这样对面 又可以多扛 那么几个回合 163 163的问题 得解决 真的能把 盘斯给 但又差一点点 恶爆 关键峰 神木倒地 你看这盘斯 差一点点 有一个熏迷 能不能省一下 没有省用 省用的话 也许关键峰 盘斯 也许能带走 但仅仅是也许 就差一点点 关键峰 盘斯又没有死 刚才说过 队长峰 就是差一些 进攻醒的宝宝 这时候天上 刮起了风 队长峰也开启了 无间地狱 要跟关键峰 要跟关键峰拼命了 趁着这首风天气 再有无间地狱的一个加成 开始拼命 关键峰继续精轻 对面 灵波被控 贴宝宝 拯救一下队友 队友是可以出手的 对面也是一种金星 宝出手 来了 看看这三个叔叔 打过来 能不能带走 关键峰一个半个的 得对得起 这把无间地狱 化身寺 是有危险的 关键峰是国陵倒地 化身寺 打不着 打不着化身 这个就很尴尬了 打不着化身寺 哎呦 这要是打到化身寺 化身寺没了 这比赛就 关键峰就输了呀 这个打得到 这个打得到 把化身寺给带走了 感觉遇到要走远了 小小小小死亡 他挂不中 对面直接换羊 过先把化身寺和石头 先拉起来 再说 小死亡挂不中 那你谁来了 也没有用啊 这个东西可太看了 你别说白铺山少主 他们这个团队面伤 是真的太病了 天神怒斩 静迈打招 带走武装怪 盘斯 到了盘斯没死 关键峰化身寺 选择了一手推拿 也是怕对面 继续点杀化身 你化身不推拿对面 很可能 又是一手点杀就来了 这个时候化身寺没人心 关键峰怎么才能 让自己的队友 站得更加的稳妥呢 居士 不是很乐观 不是很乐观 化身寺慢慢叠人心啊 金刚拉上 把关键峰化身 再给他捶一次 再捶一次 或者是小祖皇 先把关键峰失火干 对战峰先稳住局面 先把这个局面稳住 再徐徐徒指 你别说这场比赛 盘斯发挥的作用 确实很大 这家伙 这个控制力太强了 小死亡 再点一个神木 也可以啊 神木 舌头一个意思 就是降低一下 关键峰输出 让对面多扛几个回合 这样就有机会 带出关键峰盘斯 选择了一手金琴 小死亡 关键峰挂不中 现在能挂中了 也没用了 关键峰友金青 给你解掉了 这个就很尴尬 对面再来一手大面伤吧 选择了破血狂狂 哎呦 你看这伤害 给劲 163 前排没有 前排没有 高宫宝宝 这163 对面破不了 对战峰破不了 这163 地府倒是有疑速 可以用钱砸一砸 宝宝双神 但地府挂个小松 可能更合适一些 我感觉 砸钱不太合适啊 黄泉之欺把关键峰 挂小松的单位 给他弄死了 那你这不 继续 163 拉起石驼 接着飞 无非石驼 就晚飞了一个回合 但是他依旧是飞出去了 这三宫队 是越打越皮了 就是越打越没劲了 一滴血倒在了对面 打河少 再触发163 那这回关键峰 这四次163 全部触发完毕 再打过来 神木就没了 可是关键峰活了一口 又给神木蓄了一波命 怎么又触发了 这第五次了吧 我记得开场那会儿 就第一次 神木被点杀的时候 就触发过一次 大哥你不是八级163 你是十级163吗 回头我去数数啊 可能是我眼睛瞎了 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日常眼瞎 打到现在对面 是没什么劲儿 没什么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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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一 扬火 结束了 对面 赢不了 康子还及时点死 关键峰化身死 我感觉机会还是蛮大 机会很大 但没想到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让关键峰给缓过这口劲儿了 主要是那个小丑 如果那个小丑 把关键峰武装官给弄死了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换地厅 对面方就是磁航完了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一个地厅砸下去 还得团灭 这样令企业给地厅加上 超高速地厅就够了 对 就要这种高速地厅 就够了 对面本身也没什么法防 苗苗也就扛不住 这根本就没什么法防的 高速地厅随便加个这样令气 就能把对面打得半死不惩 这个战敌没卡上速度啊 战敌卡上速度比赛可能就结束了 对面就剩下俩隐身宝宝还怎么打 这孩子是不是地厅 这孩子是不是地厅的呀 是地厅就赶紧打个鬼眼吧 宝宝又敢置啊 这就是当年欺负你把木留下的东西啊 给神木打个鬼眼 应该不是地厅孩子啊 那观察方这边又补了一个摸进了孩子出来 那可能那个孩子是地厅的 对家方也放弃了 点了一手逃跑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